黑衣女子走進棋樓 兩名推銷員抓準時機 湊上前攀談 下一秒發生意外 原來她當時低頭滑手機 遇上店員推銷 不小心踩空 造成她左腳骨折 瘀青腫了一大片 緊急開刀縫合 但黃小姐不滿 業者至今 一句道歉都沒有 施放在台北東去 這家化妝品公司 他們聘估外籍店員 站在外頭推銷 黃新夫人指控 以色列籍女子和零星員工 推銷化妝品害她受傷 事後提告過世傷害 但檢察官調查 任立她滑手機 推銷員也有保持距離 裁定不起訴處分 面對指控 業者表示不清楚狀況 拒絕回應 但這類消費爭議 早就不是第一次 等等拆產品 我會幫你錄影 你同意嗎 日前也有美妝品牌 違反公平交易法 被重罰2500萬 律師強調 街頭推銷屬於訪問交易 都有7天猶豫期 此外電源如果強辣 不讓民眾離開 社犯刑訪強制罪 可處三年徒刑 下回遇上街頭推銷 不只要小心看路 還得注意自身權益 免得熱癌一肚子氣 又吃上官司 記者金族人陸以昕 彩虹報導